竹山正先行社区之一的藤湖社区 近年来积极发展受到地方客气肯定 近年度社区也再度参与县内社区评鉴工作 先远蔡门儿也认为 藤湖这样优质的社区 只是评鉴能获加基肯定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藤湖社区在 我们吴清玉理事长所带领的团队 对我们社区的长辈都相当的用心 那每一次他们的表现总是那么的出众 不管是在社区 不管是在表演 不管是在庙会 我想他们的付出我们都看得到 希望说藉由他们的付出与努力 那这样让这一次的评鉴 能够得到很好的成绩 这个好的成绩 对我们社区的团队来讲 是一种最大的鼓励与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说 让他们继续努力的 为我们社区的民众来服务 先远有好增进肯定 藤湖社区这些年来的用心经营 也相信在此次评鉴工作中 社区各项表现都会成为 加分亮点 让评鉴取得高分 那今天的话是我们的藤湖社区的社区评鉴 那我们也看到许多的 社区的干部跟长辈 他一起跟着理事长 他还就是从早上就准备到 迎接我们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委员的到来 看着藤湖社区过去这两年的一个成果 那在第三年他们来做评鉴的时候 我们大家许多贵宾的一起出席 明代的一起出席 也希望能够看着社区越来越好 成绩也要越打越好 那在这里再次肯定 我们的吴清玉理事长 跟社区干部大家的用心 也祝福这一次社区评鉴 还成绩非常好 还圆满成功 透过发展协会 成员们的团结一心为地方服务 让藤湖社区近年来发展显著 县运有瑞芳出的称赞 也许这样的用心经营 参与评鉴能有好成绩的肯定 很高兴 今天来参加我们竹山镇 丁楼小枯 社区发展协会的评鉴 他们多么的用心 这个还有志工队 志工团队 都对我们社区 都非常的付出 所以我们藤湖社区 一年比一年更好 所以都是大家的 共同的努力的结果 希望说今天的评鉴 能够有很好的成绩 理事长和尚峰 肯定藤湖社区的用心经营 也相信在发展协会的努力之下 此次参与评鉴能够加击 日后社区发展也会持续进步 为地方民众来做出 更多更好的服务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导 臨湖社区的学研导社区的做法 我也想得到 就会所有的评 cellular